健康2.0 凱云陪你守護全家再升級 觀眾朋友你一定有這樣的經驗 有的時候吃太多太飽 腸胃不舒服或者產生脹氣 不過最奇怪的是 有的人熬夜或者是吃太飽 它不只是腸胃的問題 甚至還以為是心臟出狀況 這個問題在最近大家會特別的覺得很敏感 為什麼 因為前一陣子我們國健署一直在宣導說 女性是不是最近好像心腳痛的比例增加了 然後她們的症狀可能不典型 所以叫你一直小心 所以前一陣子包裝雜誌 就有講一個32歲的女性 她就是覺得最近很奇怪 她只要熬夜或是稍微吃多點東西 她就覺得胸悶胸痛 她開始覺得說好像沒有怎麼樣 可是因為到處在宣導 她就嚇到想說她應該是心臟病 所以跑去心臟科的門診 你知道嗎 現在跟門診其實也很近 就幫她做了心電毒 也幫她抽了血 說她心臟都沒有失業 再三跟她保證 可是她的症狀一直都沒有好 她就三不五十 她就是覺得胸悶胸怎麼樣 後來她跑去找一個家醫科的醫師 那個醫師可能跟她聊得比較多 其實那個家醫科醫師比較細心 就跟她講一下說 有講到這個病好像在半夜的時候 也比較常常會有胸悶胸痛的症狀 所以那個家醫科就跟她講說 她覺得她應該不是心臟問題 因為大家都知道心臟問題 一般來講都在運動的時候 比較會不舒服 可是事實上她是在躺下來休息的時候 也會有點不舒服 所以家醫科醫師就幫她排個胃鏡 就發現她竟然只是一個一個 胃食道逆流而已 她那些胸悶胸痛的不舒服 都都是胃食道逆流造成 因為那個家醫科醫師 開始給她用藥之後 她這些胸悶胸痛通通都不見了 其實剛剛家醫師提的那種案例 就叫做胃心症候群 我們聽這個名詞就知道說 其實她的主要的病因是在腸胃 因為胃的蠕動不好 甚至胃食道逆流 而引起像心臟病的症狀 所以叫做胃心症候群 2018年美國急診醫學會雜誌 就報了這麼一個案例 她說一個75歲的老太太 她每天吃完東西以後就肚子脹 肚子脹之後就覺得心跳好慢 然後頭暈 然後送急診 而且這樣每次吃完 只要脹氣就送急診 最後這個老太太被裝了心臟節律器 急診醫學會為什麼會登這篇文章 她提醒大家 這個胃心症候群常常被忽略了 原因是因為當我們胃食道逆流的腸胃被刺激的時候 我們的腹膠感神經會興奮 也就是我們那個彌走神經被刺激以後 整個心跳會變慢 慢到心脖輸出量太低所以頭暈 我最近有很多個病人來門診 他就是這樣子 他說他已經心臟科胸腔科已經繞過一圈了 結果最後心臟科醫說你的心臟沒問題 你要去找腸胃科 所以最後做了胃鏡 對 後來做了胃鏡確實是胃食道逆流 只不過這種人通常有一個特色 他通常也是非常容易緊張的人 為什麼會產生胃心症候群 其實第一個就是說肚子有點脹 去刺激到橫隔膜往上壓了 然後再來自律神經不穩定 所以他才會產生心臟的症狀 好 另一個跟腸胃有關的是胃癌 吳醫師你們有這樣子的病人啊 腸的時候會拍打的時候 蹦蹦叫這樣子 很像去打到一個什麼氣球這樣 然後聲音又很大 你會覺得說整個從胃上面的胃部 到我們腸子這個整個都是 而且整個這個時間上十幾年 你會覺得這個不大對劑了 真的針灸以後他會覺得舒服一點 可是可能三天又回來 我覺得這樣不是辦法 所以那時候有介紹 吳醫師啊 你這個白癌 這個已經是胃癌而且很嚴重 沒有辦法想像肝硬化 怎麼會跟我們脹氣有關係 我想我們每天 事實上我們每天胃 一天會分泌大概五六公升的消化液 十二指腸一天也分泌五六公升的消化液 事實上有十二公升 這麼多的水 事實上都要腸胃乳動症 腸才不會脹 所以有時候脹氣當然有可能是水 那當然肝硬化為什麼說會造成會覺得會脹 為什麼 是因為肝硬掉的時候 我們腸胃所吸收的這些營養素 事實上經過一條叫靜脈 叫做門脈 門靜脈要回到肝脹 可是因為硬化的關係 它那邊壓力很大 壓力大它就往壓力小的地方去 所以整個血液循環 腸道的這些血液就跑到胃來了 跑到腸癌了 所以整個胃充血 我每次坐胃鏡的時候 那整個血管 都在這裡面 對 血管靜脈曲張 這時候會引起出血 所以這個時候整個腸胃的蠕動是變差的 所以這個時候你感覺我就是肚子很脹 那當然裡面到底是水還是氣 有時候我們就會到腸胃科醫師 或者到外科醫師的地方 我們就會做一些鑑別診斷 也就是我們來看 肝硬化這一張的話 基本上它會有 噁心噁吐 食慾減退 還會有腹水 那這個要怎麼樣來區別 對 我像剛剛小醫師講的 你肝硬化的早期 就是肝是石頭一樣 所以血液進不來 所以那些血都跑到你的那些小腸的地方 小腸回血不好的時候 腫瘋就會變差 所以你整個肚子就會脹氣 可是再嚴重一點會怎麼樣 再嚴重一點那些水 就會開始從血管裡面滲出來了 就會跑成所謂的腹水就跑出來了 所以每次我們疾病常常都講說 是會有一個過程性的 你一開始的時候脹氣的時候 如果你是因為肝臟不好 引起了脹氣的時候 或者是任何的脹氣 拍起來應該是有個像 這個拍骨 其實你聽那個名字你就知道 所謂的脹氣就是裡面是氣體 對對對 你去敲你的肚子 因為它裡面都是空氣 所以敲起來會是這種聲音 鼓鼓的聲音 因為肚子裡面都是空氣 可是如果你的腹脹 不是那麼單純的腹脹 就是我們講的 你的腹脹是水加上空氣 就是你肚子裡面有附水的時候 基本上因為空氣比較輕 所以浮到上面 水比較重會在底下 所以當你敲你的肚子的時候 你就會有兩種聲音 當你敲比較上面的時候 是空氣的部分 就跟剛才一樣 是鼓音 可是如果你敲的時候 你敲比較底下 是水的部分 就會有左音 像這樣子 聲音聽起來就會很沉 你可以稍微側躺一下 比如說你剛開始是這樣子有沒有 你敲起來左音的地方 可能只有一點點而已 可是如果但你一旦側躺 側躺之後 水就會淹起來 在旁邊的地方就會淹起來 所以你感覺起來 一開始的時候 你敲的地方 可能左音在旁邊 比較旁邊一點的地方 可是如果你一躺的時候 你的左音可能在肚臍的中間 你就知道說你肚子裡面其實有水 因為你姿勢的改變 你的聲音的那個鼓音 跟左音的那個線 就會變得不一樣 所以一般單純的只是脹氣 整個肚子怎麼敲 都是上面這種鼓音 可是如果有附水 當你敲到附水的部分的地方 就會沉 就像這種沉的聲音 這聲音是不一樣的 那如果有氣加上水 就是趕快腸胃科 那就有可能是有 比較嚴重的問題了 因為如果你只是單純的氣的話 也有可能是消化不良的問題 可是如果是氣加上水的話 那就真的會有問題 因為一般人的肚子裡面 是不會有附水的 姜醫師講的附水 是在腹腔中 不是在腸胃道裡面 因為跑到腹腔裡面有水就麻煩了 通常說是肝不好 心臟不好 腎臟不好 才會 但是對病人來說通常是 我就是肚子脹脹的 我因為肚子脹來看醫師 所以醫師這個時候要做鑑別診斷 首先第一個要排除掉說我們 嚴重的疾病 有沒有問題嗎 就像剛剛家醫師第一個講的那個 有沒有 肝心腎不好引發的腹水 假設有的話 那要趕快治療 如果假設都沒有的話 剩下的問題 還是那麼多氣 我通常會問病人 請問氣哪裡來的 壞菌會產氣 對 壞菌會產氣 然後有一些食物會產氣 是 還有一個是你 吞進去 講話快 像我這種的 就會吞進去 吃飯的時候還在講 吃太燙了 吃太燙了呼呼呼 吃完 鼻子過敏 鼻子不通 你也會吞很多氣進去 所以這個要排除掉 鼻子過敏 嘴巴呼吸 沒錯 然後食物會產氣 特別提一個叫做Fortment食物 這個可能大家比較少聽到 這是我們都以為說 食物進到腸胃道 會完全被消化吸收 其實不會 像說我們不要講 我們講麵粉跟我們的米飯 米飯就比較可以完全消化吸收 小麥常常會沒有辦法被吸收 那這些沒有被消化吸收的營養素 跑到大腸去產了 這次整個被發酵 發酵就會產生很多很多氣體 我們正常腸胃道裡面 大概只有這麼多氣而已 這麼 真的很少 100到150CC 只有這麼多 一天只能這麼 就是腸道裡面 只有這麼多氣 對 只有這麼多氣是正常的 當氣多你就覺得很脹 好 但是還有一些 也讓大家覺得很擔心的 就是跟疾病有關 胰臟癌 胆管癌 還有大腸直腸癌等等 對 我在我臨床 因為我在癌症關懷基金會 但我接觸很多的 腸胃道疾病的癌友 大概胰臟癌 胆管癌 大腸直腸癌的病人 都會阻塑 腹脹是一種症狀 那我特別曾經遇到過 有一個70幾歲的老太太 她是屬於大腸直腸癌的病人 可是她跟我阻塑 她當初 其實那個症狀拖很久 她沒有 一般來講 大腸直腸都是感覺什麼 排便習慣改變 不是便秘就是腹瀉 她沒有 她都正常排便 可是她只有感覺 她會右上腹會脹 她就一直感覺 她右上腹會脹 結果後來她去檢查的結果 她是生結腸的部分腫瘤 所以她在後面的排便的習慣 她都沒有改變 她唯一的症狀就是腹脹 所以她是因為這樣才被發現 是直腸癌的患者 大腸癌的患者 那我還遇到幾個 其實後來已經是知道 胰臟癌跟膽管癌的患者 在做飲食治療的時候 他們都會跟我煮出一個 他不管吃什麼都不舒服 你胰臟的腫瘤 或者是膽道的腫瘤 膽管的腫瘤 其實因為都會影響 消化液的分泌 所以你消化液 沒有辦法直接分泌得很好的時候 其實食物的消化就會受阻 那你食物消化受阻 就會堵在那裡 所以它不管吃什麼 它都會不舒服 那這樣的時候 其實當然有借助一些 消化酵素的幫助 那當然就是我們會告訴他說 你可能在食物上面的選擇 你必須要有哪些必須避開 有哪些可以選擇 對你是有幫助的 所以這邊就要來問了 欸 到底哪一些特別有 這個一肚子氣 剛剛提到腸胃疾病壓力大 乳糖不耐症也會 應該說不是只有台灣人 我們亞洲人的體質 大概應該有接近一半以上 都會這樣計 不是 豆乳不耐症 除非是北方的那種油牧民族 或西方的那些 先天喝牛奶那種自古以來喝的 所以我們大概 幾乎一半的小孩子 都有乳糖不耐症 那我印象以前 帶過小朋友就很明顯 你看我們那個帶嬰兒的時候 有時候小孩子會脹氣有沒有 會罵罵罵罵 有時候媽媽 新手媽媽不知所措 都是太害怕 幹嘛幹嘛 其實你會發現 以前我的記憶有一次是 小孩子真的 你肚子敲就跟那個薑醫師敲一樣 都是砰砰砰 那肚子已經很大一顆 敲得砰砰砰砰 那其實就是小孩子脹氣 對 那我要跟大家分享 其實不是只有小朋友會乳糖不耐症 我們台灣的老年人也會乳糖不耐症 是因為成年之後很少喝牛奶 牛奶的習慣它降低 所以後來我們腸道裡面的乳糖 酵素就不見了 所以當你年紀大的時候 我要怕骨質疏 從開始回頭要來喝牛奶的時候 你會發覺很多老年人都會告訴我 我不行喝牛奶 喝牛奶我就會開始脹氣 其實是因為他腸道的乳糖梅已經不見了 所以他就會乳糖不耐症的現象出現 好 那同樣的如果脹氣的時候 你前面有一個類似像萬金油這種 到底 成年人OK 幼兒我就感覺 那它有幫助嗎 那是外用的 有 真的是有幫助 薄荷 萬金油其實是真的有幫助 它可以促進腸道的蠕動 所以你會感覺 你會發覺抹完了之後 特別是肚脊附近 我們臨床上常常都會這樣子 就是病人如果在 因為我們很多病人 他看完到時候要躺在病床上面 所以他們常常都會有脹氣的問題 因為他們不大敢下來走動 因為會痛 所以又因為動過手術 所以腸的蠕動功能就不好 所以很多人都會脹氣 其實脹氣的時候 其實呼吸小姐都會跟他們講說 就是用這些薄荷油 像薄荷涼 因為它抹進去之後 它會經由那個腹膜 就會刺激到裡面的那個腸道 刺激了 它就會開始動 它覺得它是蠕動了 是真的有效 所以抹完就可以嗶嗶嗶嗶開始排氣了嗎 其實它真正的藥理作用 它是經由皮膚吸收以後 它讓腸道不要筋軟 它就會放鬆了 放鬆它就不會覺得那麼脹 當然後面蠕動正常 它自己排氣就排掉了 這個還要加中醫的針灸下去 效果更好了 那我就要來問了 中醫針灸這是要找醫生 自己在家裡不要亂針 可是我們在家裡頭 按哪一些穴位 是不是可以讓大家這些 比較容易脹氣的人 可以不要這麼不舒服 到底怎麼按比較好 大家沒有想像到的洋蔥 花椰菜 居然會導致脹氣嗎 脹氣還有一個問題 你吃到食物以外 你吃到有氣的東西 純米的米粉 蛋白質可以達到多少 蛋白質可以達到3.5公克 像我現在手上拿這一包 蛋白質就只有0.4公克 代表的話它就是吹粉 就是含乳量就沒有那麼高了 就是吹牛的米粉就對了 對 吹牛的米粉 對…